歡迎收看挑戰新聞 最近中國解放軍很故意特別派飛機 特別派航空母艦來繞繞台灣 用這個方式來恐嚇我們 不過呢 要過年了 我們看到國軍的春節演練 特別排了包括反恐的任務 也特別排了夜間起降的部分 你知道嗎 其實戰機IDF 要夜間起降的部分是難度很高的 而且晚上如果萬一打仗的話 也是需要有策略 也帶你來看到民國四十幾年 五十幾年的時候 當時我們台灣非常有名的黑蝙蝠中隊 特別是徵搜中國的情資 據說當時黑蝙蝠只要出動的時候 中國的阿兵哥很緊張 趕緊要打這個熱煙彈還有信號彈 在黑暗當中希望能夠找到國軍的目標 甚至躲在雲後面偷看 到底整個國軍還有整個軍務的進步 經非洗比 還有到底有哪些進步的設備 今天帶您一起來回顧 歡迎資深媒體演胡孝晨 大家好 歡迎資深媒體演員 蔡玉珍 大家好 歡迎提到情報的總編輯 古廷維 大家好 軍情 海外網組織石校偉 晚上好 各位觀眾晚安 國軍加強春節的訓練 國軍春節加強戰備 加強敵機接近 台南空軍基地 緊鈴聲大作 防空飛彈部隊 全員出動就戰鬥位置 8點鐘方向 加強對方搜索 建議防空飛彈 撞填就緒 鎖定敵機來襲的方向 準備反制 同一時間 機堡裡的IDF戰機 也整裝待發 飛行員在檢查我們飛機 最近的發工情況 機身 進氣口 後染氣 飛官和修護士 嚴謹執行360度飛行前檢查 勤前完成 8架IDF編隊出動 暮色裡IDF大兵力滑行 來到跑道的另一端 準備執行夜航任務 夜航的困難度來講的話 因為它全宜器的一個操作 那你沒有外界任何暮色的參考 那所以實際上操作來講的話 相對於白天之間的危險度 相對的提升 日龍的引擎聲中 IDF開啟後染氣 只沖夜空 這個月11號 中國航艦遼寧號 沿台海北返 當時台南基地 緊急派出IDF夜航 從空中減看共軍動作 就算風波隨著北返平息 國軍依然不敢掉以輕心 好 當然不能掉以輕心 不過這個IDF夜航的話 一定有很多特別的技巧 還有特別的功能在其中 不過他說 這個IDF夜航 然後去看遼寧號 我覺得很好奇 他拿什麼去看 對啊 看不到嗎 遼寧號 以F-11K1來講 基本上這個戰機是看不到的 就是說 如果說今天你是F-16 我們上次跟大家介紹過的 那個F-16徵兆機 然後呢 或者是E-2預警機等等 這些它其實呢 本身它可以對海面進行一個搜索 那這個它是看得到 其實遼寧號 如果從這個台灣海峽這樣北上的話 我們從這個關通系統 就是我們的這個海軍 在岸上設置的這些雷達站 其實就可以看到 而且特別可以從這些大船裡面去找 特別把它發現出來 不過當然其實夜間的這個飛行 跟日間的這個飛行來說 的確是有區別的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人是一個平面的一個動物 也就是我們是個二度空間的動物 但是飛行就變成三度空間了 但是三度空間到了夜間 又變成一個全平面的一個飛行 難度更高 所以就變成說你人在夜間 其實本身是看不到一個立體 也就是看不到遠近這樣一個情況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夜航就需要經過一個特別的這個訓練 然後這個夜航的這個訓練裡面來說 夜航我們在飛行上面來說 基本上把它歸類為一個叫做真天氣飛行 什麼叫真天氣飛行呢 真就是真假的真 天就是天氣 如果說今天我們白天在飛行的時候 飛機飛飛飛飛飛飛飛到雲裡面去了 然後這個時候 你完全看不到外面這個坐標 那個等於說有點像是這個如入無禮物中 這個時候呢 飛機的儀器就變得非常重要 你就要完全的去相信你飛機前面的這個 抬頭顯示器HOT 告訴你的包括你的飛機的姿態 然後包括你的飛機的水平 然後你的撫養 然後還有包括你的速度高度等等這些東西 你都要完全去信賴你的這個儀器 要不然的話因為在夜間飛行的時候 很容易產生一個東西叫做飛行錯覺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跟各位觀眾朋友介紹 人是一個平面 是一個2D的一個動物 但是飛行是3D 而且你飛機在空中經過一些轉彎啊 什麼的等等之後呢 你它會改變你這個內耳 這個平衡感的這個感知的這個器官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半規管跟潛艇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你的半規管跟潛艇它的感知是錯的 這個時候你在夜間飛行的時候 其實夜間飛行最困難的部分 是你要去克服那個錯覺 跟因應的這個錯覺而來的這個空間迷向 也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克服你的錯覺 你就不會進入空間迷向 你一旦進入錯覺 然後你沒有辦法克服的話對不對 那你就會進入空間迷向 進步的設備就沒有這個問題吧 其實你就我剛剛講 你在夜間飛行的時候 你一定要完全相信你的儀器 就是說因為其實你做一個很簡單的測驗 我跟你講如果你在家沒事的時候 你就站著然後順時針轉時圈 再逆時針轉時圈 都暈了 然後你眼睛一閉你一定暈了 其實這個就是飛行錯覺的這個原理 好所以我們剛剛講到 日間跟夜間來說 對他來講他一定要完全仰賴 就是說信任他的這個飛行的這個儀器 當然啦我們也知道 其實這個接下來我們這個中華民國空軍 在跟這個過去在這個兩岸還在對峙 甚至還有這個兵容相見的時候 那個時候空軍有一個叫黑蝙蝠中隊 那個黑蝙蝠中隊是新竹的空軍第三次那個中隊 那這個中隊他本身非常特別 他其實當初成立的時候 就是由這個美國的這個西方公司 跟當時我們空軍合作 那他合作的目的是為什麼 他主要是要做一個電子情報的一個偵測 什麼叫電子情報偵測呢 因為1950年代那個當然就是中華民國 撤離那個中國大陸 然後江山變色 中國大陸在那個變成那個 由共黨統治以後 當時呢一開始的時候 他整個的這個全境 他並沒有建立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雷達 涵蓋的一個偵測網 中國大陸的全境的這個雷達的這個偵測網 一直大概要到192000年左右 才全部完成 所以在那個時候 那當然因為我們知道1950年韓戰以後 那時候當時中國大陸基本上來講 他介入了韓戰等於說跟世界的這個 所有的主流的這個價值 都不一樣 所以當時美國就一直要對中國大陸進行各種 那個那個 包括這種那個電子作戰的情報偵測 還有就是攻擊航線的這個會定 也就是說他那時候當時就找上了我們中華民國空軍 為什麼 因為你們兩岸在打內戰嘛 那你們兩岸在打內戰 那我提供你們裝備 提供你們那個器材 然後讓你們的這個飛行人員操作這些 包括我們看到這個P2V P2V P2其實是美國海軍的一個巡邏機 但是因為美國海軍他不願意跟中情局合作 所以後來就由空軍出面 買了這個幾架P2V7這個飛機 然後當時就撥交給這個台灣 然後這個中華民國空軍用了這一批 其實原本是海軍的這個P2V7 主要任務也就是進行這個中國大陸的滲透 當然最早西方公司提供的這個飛機 其實是像P-17 P-17我們知道二戰的時候 他去轟炸德國 這個有非常大的一個戰機 但是二戰結束以後 他大量的那個泰除 只有少部分還留作一些擔任這種 包括我們剛剛講到這個電子情報徵收 那當時我們最早其實在1956年 就是民國45年的時候 當時就一下P-17 其實在那個進入中國大陸進行徵照 偵查的時候 也就是他進去他其實等於一進去以後 他就要開始就是說注意 就是說大陸的這個地面的這個 那個攔截這個作業有沒有開始進行 或者說呢 是他們要去進入中國大陸 然後收集中國大陸各個方面的這個 包括地對空的防空雷達 還有那個雷達那個搜索參數等等 所以也因為他們一定要進入夜間進去 因為我們知道夜間看不見嘛 你看不到嘛 那所以你就一定要靠雷達 但是你的雷達在那時候 中國大陸的雷達還不是那麼的完善 所以在這個時候你就必須要再借用 用這樣一個方式去找出這個 若有若無的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 防空雷達那個陣地 就是我剛剛講 你飛機就飛進去 故意讓他對你進行攔截 然後你要攔截你就要躲對不對 所以因為當時像這樣的一個任務 其實基本上來講 對美方的這個幫助是比較大 那後來我們才要求就是說 既然我們都在替你們賣命啊 那我們也要在上面要安排幾個空投室 然後上去投一些這個反共愛國傳單等等 所以後來美方也就同意 每一次任務的時候 會多安排幾個空投室上去 然後進行這種空投這個傳單的這個投递 那當然啦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前前後後 整個黑蝙蝠中隊 一共被提落10架飛機 大概有100多個人 140幾個人的人員在這個飛機上殉職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在夜間來講 他有很多 留下很多非常 真的可以說是非常特別的故事 例如像當時黑蝙蝠中隊 那個有一個機長叫戴樹欽 這戴樹欽教官前一陣子剛過世 他也是唯一一個最特別的是 他用一架P2V的一架55裝的這樣一個 那個偵察機呢 擊落過兩架中國大陸的這個攔截機 他的方法是什麼 就是說他在夜間飛行的時候 因為他在夜間飛行 等於說他事前已經透過那個地圖啊 模擬演練的非常多遍 所以就變成說 他的腳下是什麼地形 是什麼山 他一清二楚 都模擬好了 對 那個當時中國大陸要攔截這些 那個黑蝙蝠的飛機 他們通常是當整到 那個找到這個中國那個 我們這個疑似的這個黑蝙蝠的飛機以後呢 他在空中拼命打一個東西叫照明彈 他把這個照明彈打到 就是說讓整個空中 像這個白晝一樣的亮 然後這個時候呢 你照明彈因為在空中嘛 它是用降落傘在往下飄 那我們的黑蝙蝠的這個飛機 都是用低空 黏著貼著地形在飛 所以有時候 他就說照明彈上面在照 然後照到飛機 飛機的影子還印在這個雲上面 就有曾經一個 死裡逃生的一個教官說 他說他那時候飛 真的飛得很緊張 很害怕 真的很緊張 就是說因為他就看到他的影子在下面 然後就看到這個米格基 從後面過來一直輪流打 但是他說他那一趟預計好 他躲掉了 那也有很多的這個 他當時的同僚就沒有躲掉 那戴舒欣那一次呢 他就說故意 就說跟他的那個機組人講 你也不要丟那個 就是那個鋁條干擾師 因為你要干擾人家的這個 那個雷達對不對 就丟一箱這個鋁條出去 讓這個鋁條在空中 變天女散花一樣 這樣當時可以干擾他這個 那個搜索雷達 那要不然就是說 那個再丟一些像熱煙彈 熱煙彈 然後去讓他這個要打擊的時候 那個分不清的一些真正假假的目標 那他呢 就說你不要丟 他就讓那兩架這個 追擊的這個飛機 追過來 有一架是TU-2的這個夜戰型 然後也有這個米格基 然後他呢 當時就在扶牛山 大別山的那個山凹裡面 鑽來鑽去 然後那是後面的追兵來 已經開始要準備攻擊他了 然後他突然就把飛機機頭一轉 他說少林寺就在他下面 然後他就飛機就滑 從那個旁邊的空中滑過去 但是呢 他一滑過去就看到後面碰碰 然後那個追兵 就直接撞上山壁 然後在空中 那個在地上燒成一大片 所以他是我們中華民國空軍 唯一用這樣的方式 擊落過敵機的這個飛行員 所以後來也那個政府 也追證一些獎章給他 但是整體來講 當年的我們這個空軍 去進行這樣的任務 其實真的是 不只我們剛剛講的 前有追兵 後面還有更誇張的 同樣是發生在這個 戴淑清教官身上 他是有一次他去飛一個任務 他飛到江西這個附近 然後突然 怎麼搞的 他這個無線電影就傳來一個聲音 就說淑清啊 我是你爸爸呀 我知道你常常來我們這兒 現在喊話 對 現在喊話 而且很厲害是 對方居然就知道 是戴淑清飛這個飛機 真的是找他爸爸 然後說我是你爸爸 你哥哥媽媽都好 那個我跟你講 讓他投誠這樣 對 他說現在 既然來了 那你也不要回去了 附近有機場 他們待會會告訴你 怎麼降落 真的假的 真的 然後後來你知道嗎 大陸的戰管人員馬上就說 這個獎軍 第幾號飛機 你現在看到幾點鐘方位 有看到一條跑道 這跑道的 跑道燈都已經打開了 你就把飛機降落下來 我們會對你有論功行賞 他有這樣嗎 他當時沒有 但是他當時 完全沒有辦法操控飛機 就把飛機交給副駕駛 讓副駕駛把飛機飛出中國大陸 所以你可以看到 當時真的是前有追兵 後又有這個溫情攻勢 所以當時 對我們的黑蝙蝠中隊的那個飛行員 進入中國大陸 進行這種電子偵察 真的可以說是吃盡人間辛苦 因為你看 殉職的人也很多 十組人員 因為十組人員上面 每一架都是十幾個人 所以加起來一百四十幾位 然後再加上十架飛機 這其實對當時的空軍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損失 結婚是人生大事 當然一定要慶祝 熱鬧熱鬧慶祝啊 在中東地區也是慶祝 不過他們慶祝的方式 跟我們台灣怎麼完全不一樣 他們開槍拿槍出來慶祝 不過因此也鬧出很多人命 對啊 那個台灣的那個婚禮 基本上來講 我們都會放鞭炮對不對 因為台灣人相信 有所謂的婚煞 所以這個婚煞 會讓親娘子有沒有 招來這個厄運 甚至對那個 他們的婚姻會不好 所以我們就放鞭炮 棒棒棒棒棒棒 大家有沒有 這樣子嘻嘻哈哈的 但是到某些地方去的話 各位注意到了 如果你們要參加這些地方 的婚禮 請你們務必要帶著那個 防彈頭盔跟防彈背心去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一不小心的話 百年好合會變成百年之後 等你可能就掛這樣 從什麼地方呢 最近網路上 有一個那個影片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樣子 是阿爾及利亞 他們相信處的喔 我跟你講他們那些小孩子 玩槍有沒有 玩成這個樣子 然後開始大家有沒有 就把槍好像拿來當作 我們儀隊的那個棍子一樣有沒有 或者是那個什麼儀仗一樣 這樣子甩 甩一甩的時候 還對空有沒有 開槍有沒有甩一甩去這樣 你想想看 你不小心如果飆到人的話 那個人當心立馬就掛了 而且呢 他又很容易又打到自己 一直在做這些奇怪的事情的時候 大家想說 這些人氣笑是怎麼樣子呢 來 我告訴你 我查過當地的一個習俗 他們認為有沒有 這種方式是可以做什麼 為新人招來好運 去除惡靈 他們認為這個槍聲有沒有 可以把這個惡靈有沒有 完全有沒有 這樣子就是嚇跑掉 不太危險了吧 跟我們台灣的所謂的放炮有沒有 去除婚煞 有同樣的意思 只是他們玩得太過火了 我想應該這個樣子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觀光局 一個到那邊去說 各位兄弟姐妹們 你們以後要結婚的話 學台灣人一樣爆炮了之後 不要再玩這個槍了 因為玩這個槍的話有沒有 會造了很多一些這樣的 一不小心的話 就傷及無辜 那像這個情況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他們耍半天之後 沒有打到人對不對 可是呢 沙烏地阿拉伯那個差點有沒有 今天就有人也是開槍 開完之後呢 就差點把整家人有沒有打掛 這個是怎麼回事呢 是新郎有一個兄弟啊 他呢就太High了 結果他拿AK47有沒有 你看這樣打 一開始的時候有沒有 還打得蠻High的 可是問題就在於就是說 這位哥哥沒有練過 所以他打到最後的時候 手軟掉 手軟掉的時候那個槍有沒有 就往下有沒有就跑 一跑的時候有沒有 就彈到了那個 我們現在看到屋子裡面的 那個長腳邊 還有一種東西叫跳彈 跳彈我們過去的話有沒有 我們過去的時候 在跑社會行為我們叫鬼彈 這個只在蹦蹦蹦亂彈的時候 會彈到人 當時的時候有沒有 我們這位那個兄弟 新郎的兄弟 差點有沒有就打到他自己的親戚 而且聽說呢 我們現在看的是在外面對不對 他其實有一發的時候 在裡面打的 打到最後的時候 差點把他整掛了那個親友有沒有 一次殲滅掉 所以那一次的時候 真的差一點點 變成這個百年之後 那這個的話有沒有 還沒有發生事情 那後面這個東西就是悲劇 喜劇變成悲劇 這個是很難得的狀況 為什麼呢 雖然他這個悲劇 但還是要跟大家講 各位到印度去之後 這要小心 他們有一種禮槍 什麼禮槍呢 他們也是要承襲過去的時候 因為英國曾經殖民過印度 所以呢他們就開始 就把他們那個槍的這個東西 也當成是就是代替的這個鞭炮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他們呢 在婚禮的時候 有一個新郎就騎了馬 騎了馬 新郎很帥嘛 騎了馬要迎娶新娘 那旁邊的這些親友們 就開始把槍拿出來 啪啪啪開始這樣打打打 我不知道是哪個要求 不知道是故意的 還是還是不小心有沒有 既然就把那個新娘 新郎有沒有就從馬上射殺 咚就掉下來 新人死掉了 我們以前都聽過所謂馬上風 你知道 結果這次新郎有沒有 變成馬上中槍 真衰耶 馬上中槍的時候整個就摘下去 一摘下去之後有沒有 大家看挖了 一下有沒有我們的新娘 立馬變成寡婦 這種事情在印度有沒有 去年到時候就發生三起 我剛講新郎是一起 對不對 第二個是什麼呢 這個十十歲的男孩 不小心就被那個什麼李槍有沒有 打到了 這個打到那個狀況實在很倒霉 為什麼因為那槍拿出來之後 就 也沒看 就開槍 一開槍的時候 正好這十十歲的男生有沒有 立馬當下中槍就死亡了 國軍中外一直出現兩個女人的戰爭 在台灣領定聽過早期的警管會主委李記珠 對上金監會主委劉易如 今年另外這場兩個女人的戰爭 變成是星光的兩輸 雙輸 第一輸是第一星光金的千金吳欣營 第二個是星光金的總經理李記珠 其實你說這兩個女人的戰爭 應該一開始碰頭的時候 就有很多的問題 因為第一個是第一千金嘛 那另外一個是趕緊要力求表現的總經理 這一次各大平面包張雜誌 都在總共這兩個女人的戰爭 對 而且這個吳欣營 不只是第一千金 他還是星光金的接班人 長女 長女 因為他 以前我寫過他叫做 星光金的小老虎 那這個小老虎是吳東進 他栽培準備接班的這個準接班人 那他其實在最近 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知道李記珠要來星光金的時候 其實他就相當相當的不滿 他甚至就是跟他的父親吳東進 表達了他不接受這樣一個人事 這麼嗆 可是對 因為他的脾氣很嗆 他不只嗆李記珠 他現在還有一個嗆老公的事件 我們等一下再講 也就是說他呢這個就跟星光 他跟這個華南京的這個林之妍 就他老公啊 我們當時在講說 吳東進是這個星光吳家 那再加上呢這個第一家族 第一豪門板橋林家的華南京的林之妍 一個長女然後一個長子 兩邊呢結為親家還得了你知道 所以呢我們一開始的時候看到說 這兩個人要結婚也就是說 台灣的這個所謂的這個千億大家族 兩個人加起來呢 那兩大金控合併之後呢 恐怕是台灣的第一大 沒想到吵得很兇 後來因為什麼裝在車上裝GPS 對 然後看對方是不是有偷吃 對 吵得很兇耶 吵得很兇 就吳欣穎跟他的先生林之妍 從2011年結婚 然後三年後就傳出兩個人感情生變 因為吳欣穎呢跟他的義大利 就是外籍男友的親熱照片被爆出來了 那爆出來之後吳欣穎就說 你怎麼可以妨礙我的秘密 那這個當然他就控告老公妨礙秘密 那他老公呢就控告他 就等於是說這個也是行為上有問題 這個官司他現在在打 所以媒體一直聚焦你看 對 所以本來兩個人呢 就好像是狼才女貌 兩大金控的這個婚禮 現在變成是兩大家族最頭痛的問題 他其實在看這種八卦 然後現在這個又更八卦 對 那這個更八卦 因為他的這個等於是說 他的婚姻本身已經很八卦了 再加上來了一個李季珠 其實李季珠在台灣的政壇上 在台灣的金融界相當的有份量 大家都知道說從1998年 李登輝李前總統時代 他就被拔著擔任親府會的這個主委 哇 那時候的李季珠 1998年的時候的李季珠 哇 好漂亮啊 然後大家想說他從這個學界 從原來在學校教書 然後成為政壇上的新秀 那結果後來從1998年之後 沒想到在民進黨執政的那幾年呢 他竟然是國民黨的不分區立委 然後在不分區立委的時代 同樣的另外一個女人也在立法院 就是從親民黨然後到國民黨 都很吃得開的這個李季珠 大家想想李季珠的媽媽是誰啊 是當年第一次課徵正所歲的郭婉榮啊 所以呢 郭婉榮的女兒 劉毅如然後還有再加上呢 這個在國民黨的金融界裡頭 視為這個非常當家花旦的李季珠 他們兩個人在立法院常常吵架 所以吵得不可開交 尤其是有很多法案 他們兩個的意見不同 所以呢 以前在立法院 只要國民黨要開這個 財政委員會要開會的時候 都要當心說這兩個女人 會不會起衝突 好 那現在這個李季珠 從後來的不分區立委變成什麼 變成金管會的副主委 然後呢 到這個金融界 從中華郵政董事長到台灣金控董事長 台灣銀行董事長 你看 這麼順遂 好 這麼順遂之後 在今年的520大家就在想說 那民進黨執政了之後 他會去什麼地方 結果呢 因為台灣銀行 就台灣這個金控呢 是最早發佈的 由李杰成之前的這個 民進黨阿扁時代的金管會 主委李杰成來接任對不對 好 那一聽到這個消息 你知道嗎 所有的金融界都在想說 哇 那李季珠會被誰挖走 結果吳東進一聽到說 李季珠要離開台灣銀行 因為李杰成要已經接了嘛 人事一宣佈之後呢 他就很擔心李季珠被挖走 他就在第一時間的時候宣佈 邀請他擔任星光金的總經理 他到星光金金去 有什麼特別的目的 其實這個星光的情況蠻慘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在所有的金控裡頭 星光是這個末段班 也就是吊車位 那他吊車位 你看他的股價 他的股價你知道 本來是跌破6塊錢 只是現在5塊多 然後到今天收盤 剛好跟另外孤家的一個開發金 股價是一模一樣的 那你意思說李季珠來他有漲 他從5塊5.9 漲到現在7塊多 李季珠有幫忙 對 有幫忙到為什麼 因為他的氣勢還不錯 那當然因為他在金融界有一定的人脈 包括從早期的蕭萬長 什麼這些有一定的人脈 因為甚至包括他在北京大學 跟清華大學 都曾經擔任過教授 那所以他這個吳東進很怕李季珠被挖走 所以延長過來 那延長過來之後 其實當時在星光內部 就有很擔心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本來的這個小老虎 吳欣穎要接班 那結果你找來李季珠 那當然對吳東進來說 因為他曾經發生過幾個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個是說他股價會這麼慘 最主要是因為他的這個岳父 許勝發的這個萬泰銀行跟太子汽車 不是發生財務危機嗎 第一槍 然後第二槍 他曾經買了1100塊以上的宏達電 然後賠到竟然是把這個 我們信義計畫區的這個 新光的百貨賣掉 所以等於是說 吳東進做了幾個很錯誤的策略 讓整個星光的股價跌得這麼慘 那他希望重新振作 他認為李季珠是一個強棒 可是你知道星光的創辦 當然除了吳家之外 那還有這個林登山的家族 跟侯文棟的家族 那這個甚至在之前 尹遠良也曾經跟林承海合作 他們除了搶中信金之外 另外一個標的是什麼 星光金 那你說星光金的吳董 希望自己還能夠穩穩的 有這個經營權 所以就特別延然李益珠進來 對 那可是在今年的這個聖誕節 前12月23號的時候 召該今年度 去年度的最後一次的這個董事會 結果吳欣穎就在現場就直接問說 請問新總經理 您對明年的KPI 就是你對整個我們星光金的這個 年度的規劃跟預測是如何 這樣也不錯 請新的CEO給我們一些Performance 一些期望 結果沒想到你知道嗎 李益珠還沒有回答 吳東進就擔心說兩個人會起衝突 因為他知道他的女兒很嗆 所以他就馬上跳出來說 這個李總經理剛剛到沒多久 所以我們給他一段時間 那李益珠也說會 我會做出一個報告 這樣也沒錯比較洋派而已 直來直往 對他非常的洋派 所以他認為說他跟這個外籍友人的親密照片 其實他老公應該是不要跟他計較的 因為他跟老公曾經簽了所謂的婚前24項協議 這24項協議是包括讓他繼續的發展他要的事業 以及他的基金會 所以不應該為了一個親密照片 就跟他翻臉 然後就對博公堂 所以他本身非常非常的嗆 那當然吳欣穎甚至跟他嗆說 星光金是我們家的 是我們的 不容你這個外人來干涉 已經嗆到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這些對話一定都是裡面的老陳或周邊人看到講出來 對 這個當然包括這個董事會裡頭 有很多很多的這個其他的董事 那都知道說他們兩個很不對盤 那甚至在這個所謂星光摩天大樓的這個辦公室 都曾經聽到兩個人嗆到不可開交的聲音 熊眉這樣子 對 那因為吳欣穎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還會找其他董事投訴說 他老爸就是挺李記珠 然後讓他無法忍受 那當然他就是要看說 OK 那你李記珠來星光金會有什麼表現 所以兩個人的戰火告訴各位 一定是金融界一定是整個銀行界 這個在今年度最熱門的話題 可是照你這樣講 星光金的股價有漸漸的往上升 這兩個女人都想為公司盡一份力量 對星光也不如是好事吧 當然啦 就是說如果星光金能夠這樣子慢慢的 步上軌道 然後讓公司的營運能夠好轉 這也是一個好事 可是吳欣穎的個性就是 那你交出成績單來 所以我們就要看今年度 也就是2017年的星光金 有沒有辦法股價股底翻升 然後整個的營運狀況也能夠慢慢改善 李記珠這段期間以來 讓股價大概漲了兩塊錢 對 吳欣穎應該不是什麼功勞都沒有吧 當然啦 因為他等於是說準接班人 可是早期包括錯誤的投資政策 甚至在所謂的聯動債事件的時候 星光也受傷 這有很多其實原因很多 包括吳欣穎 是不是因為自己個人的婚姻的訴訟 也導致在整個公司的經營上面 他很難在這個時間站在第一線 因為畢竟他是準接班人 但是年紀還很輕 有光環的壓力吧 對 有一定有這個壓力 然後婚姻又被大量報導 真的是 沒錯 然後又是所謂的金控的 末段班的吊車尾 那所以對他來說壓力也很大 那這個壓力以他的脾氣來說 會不會轉嫁到這位總經理身上 其實對李記珠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那當然吳東進認為說 以李記珠的人脈 那李記珠也告訴他說 我不是花瓶 我有我的專業 所以我會交出成績單 所以我相信 有很多星光金的大股東 包括投資人 都在看他的表現 日本有史以來 最奢華的瑞峰號要上路了 這個瑞峰號裡面 真的是非常的雕龍畫動 三天兩夜的時間 要價行程是50萬元 大家說台灣拼經濟要透過觀光來拼 其實我們應該介紹的這個範本在日本 日本其實很聰明 常用很多鐵道來拼經濟 我們帶你來看到這一次他們這個瑞峰號上路了 哇他說三天兩夜 要將近台幣50萬 那其實利潤應該蠻不錯的 其實這個瑞峰號它算是一個JR西日本公司一個新的常識 那麼其實它是在九州的七星號 還有一個東日本的這個四季島號的刺激之下 它推出一個它是Focus在高端的這個旅客上面 多高端呢 其實它一列車有十節車廂 可是它的定員就是說乘客數最高幾人才30人而已 那意思是一個車廂指南載三個人 對 平均來說是這樣 所以它會有它的房間 它會有它的這個Lounge 有它的Dining car就是餐車 它等於是一個移動的高級的旅館的這個模式 那麼它運行的地點是在哪裡 它是從金板省地區 然後經由這個岡山倉夫 山口線到下關 這個稱為山陽地區 那山陽地區最有名的這個景點就是賴戶內海 那沿路過去都是有非常棒的風景 那它會再繞一圈回來 經由我們地圖看到上面這個北邊 就是山陰地區 那山陰地區像初雲 它這個傳說 這個日本的古代傳說非常有名的地方 這樣子的一個景點 它去做一個這個環遊 其實在日本這個地方成為中國地方 可是是像頂級的這個列車在日本 其實早就推過了 那這次推出這麼高級的 你對它有信心嗎 其實這是從前所未有的高級的程度 雖然說隨著經濟的這個發展 推出的不同的旅遊 這種鐵道旅遊都會有所謂當代最奢華 最豪華的這個想像 但是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高科技 那很多這個新的旅遊的方式都融入進來之後 它的這個真的是前所未有的高級 其實像這樣子的一個我們講旅館好了 事實上它根本就不是火車了 它是一個移動的旅館 它上面的餐廳都還是請非常有名的餐廳 在上面註點來去做營業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大膽的嘗試 那麼九州的七星號 其實是打響這個高端旅客的旅遊的先鋒 目前在營運七星號 對 它在二零一三年開始營運的 那這個七星號是什麼意思 因為九州有七個線 所以他們找了七個線的七個特色 來融入這個行程當中 那它每隔一段時間會調整它列車運行的路線 這個走法不同的玩法 確保它永遠都是一個新鮮好玩 一直覺得最豐富會出現是學七星號的 還有剛剛提到東日本的四季島號 他們都是走這個非常高級路線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像右上圖 這是它的這個觀景的觀景台的車廂 好像就是那種大全面的那種落地玻璃一樣 沒錯它讓你完全融入這個列車行駛經過的自然環境裡面 那同時它所有的房間 客廳 餐廳 想當然而都是非常著名的這些建築師 設計師去參與設計 那還有火車像譬如說左上方的這個圖 它其實是這個瑞峰號的車尾 那好像一個盔甲的這個頭 那其實人就可以站在這個裡面 它是一個觀景台 你可以在外面吹風 當然就是瑞峰的這個涵義 就是說它是一個祥瑞之風 所以其實這麼漂亮的一個火車 它有背後是一個很強的產業的供應鏈 是包括設計 包括餐飲 包括旅館的經營 是非常厲害的一個產品 其實佩服觀光我們要看我們台灣 我記得日前我們台灣五十年間的火車光華號 也曾經走過一遍對不對 其實光華號我可能沒有機會搭過 但是以後很多鐵道迷 像你們這樣鐵道迷 聽說當時那一趟真的是只回票價 其實光華號它是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三十一日 十月三十一日 就是當時的總統的誕辰 那麼當然是為了拍馬屁 所以在十月三十一日讓它首行 那一九六年的時候 它從臺北開到高雄 它只要四個小時半 那其實它是當時路上最快的交通工具 路上最快是很有時代意義的 畫面這是光華號 靠起來怎麼覺得有點陽春 好一九六六年當時這個光華號是沒有冷氣的 當時的其實大家要想一九六六年 當時的五十五年 是五十年前的事情 那麼當時臺灣的社會還並沒有進步到非常厲害的程度 事實上當時冷氣甚至電冰箱 都是很少見的這個東西 那光華號推出的時候 它是以速度取勝 然後還會送你便當 然後會倒茶水 或許老一輩的 光華小姐倒茶水 是 先生 當時是先生倒茶水 當時有光華小姐 有光華先生 那這個先生倒茶水非常的有名 因為他會有個玻璃杯上面有杯蓋 他問你要什麼茶包之後放下去 然後一個手這樣一掀 他就可以倒好 那個chew水這樣 對 非常的有意思 那麼其實像一九六六年的這個服務 那麼在去年的十月三十 當時在五十週年活動的時候 又把這些光華先生就請回來表演這個倒茶水的技術 那其實這個活動 他非常的成功的原因是因為 他整理了五十年前首行的火車 讓他保持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他時速還是可以跑到時速一百一十公里 這樣子去 在我們的西部幹線這樣子去衝 去闖 所以非常的過癮 那另外就是說當時的這個火車 當時五十年前到現在他的歲月的這個風霜 他去把它做很好的整理 車內的佈置 佈置得非常的理想 還有活動當中他送你的火車票 是當時一模一樣的這種硬直版的火車票 這個硬直版的火車票 其實是一百多年的技術 但是大家都知道 我們現在還有硬直版的火車票嗎 沒有了 為了要把這硬直版的火車票印出來 那台鐵局其實花費了非常大的心思 就讓這個活動從裡到外都可以符合當年 這個感覺 所以他難怪立刻這個票房 他是秒殺的 他定價其實非常貴 一兩千塊 但是他的票房是秒殺的狀態 而且他很長 他從臺北出發 經過高雄 當年光華號是臺北高雄 但他這班火車又把他開到臺東 這麼長的運行時間 很多人是直接一票到底的 就直接打下去 用鐵道來拚經濟的話 真的要特別做一些活動 因為在日本我們看到很多案例 像這些鐵道公司 哪怕是很認真經營 也不見得一直都賺錢是不是 對 其實日本的國鐵 大家時常講的國鐵 其實早就在一九八零年代就倒閉了 國鐵倒閉 宣布破產之後變成民營化 民營化分成很多公司 像是東日本 東海 北海道還有九州 那麼其實他們的這個營收 受到當地環境的因素非常大的影響 譬如說北海道 因為他太鄉下了 所以他經營就非常的困難 事實上九州也是如此 再來九州有非常多偏遠的路線 像我們現在看到右邊這個路線圖 他其實到九州大家都知道福岡 也就是伯多還有長崎 這是比較所謂熱鬧的地方 那離開這些地方 像你到西部 中部 他就只有像熊本 但是熊本其實事實上 他已經不是這麼大的一個城市 比較偏遠 所以人口基數就先天就是比較少 那還有很多偏遠鄉下的地方 一天可能只有五班車 六班車 所以他基本上你很難去搭乘他 但是他利用這樣子的所謂 一般我們認為他是劣勢 他把它翻轉了 他把它當作是一個商品 當作是他這個列車的特色 好像說你不去這個地方玩 你真的是太損失了 所以他用了很多的地方的特色 地方的歷史去包裝這些路線火車站 然後再找這個水護岡先生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在亞九州的一個設計師 去設計了很多火車的主題 來去不同的地方去跑這些觀光列車 用這樣子的方式 從路線 從車站到火車本身 他去安排出很多的變化 然後從裡到外讓觀光客 不只是日本的遊客 事實上台灣的遊客 也非常喜歡到日本的九州 來去做鐵道旅行 不過他們其實在經營的部分曾經虧損 那這次怎麼樣他又起此為生 除了剛剛提到的部分 其實鐵道非常重要的是 他必須有很多異業的結盟 包括譬如說車站的開發 他要有百貨公司進駐 甚至旅館業 那還有其實日本有很多私營鐵道 他們要怎麼維生 是他們常在炒房地產 因為你的客人要怎麼來 就必須住在這裡 客人住在這裡的話 你蓋房子給他住 你先賺他一筆 然後之後怎麼辦 這些客人住在你的房子 你蓋的房子 他還要搭你的火車 才能上下班 才能通勤通學 所以其實房地產跟這個鐵道公司 很多都是分不開關係的 那當然還有旅館 旅館還有百貨公司 譬如說我們台灣很熟悉 一個叫做板級百貨 這個板級其實就是大阪地區 這個大阪級型鐵道公司開的 叫做板級 所以事實上不同的行業 都沿著這個鐵道來去為聯繫著 那很多鐵道公司 就不如把這些行業 把它集中在一起自己來經營 那最後再回歸到旅遊這一塊 我們再來看到 是不是也能夠起死回生 是烏克蘭的軍火 我們都知道說其實前蘇聯時期 烏克蘭一直都是他們提供軍火的重地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是烏克蘭自己不進步 還是別人進步太快 現在烏克蘭的軍有聽說沒人要買 俄羅斯已經不太買了 而且很多國家都跑去跟別人買 發生什麼事情 以烏克蘭來講 烏克蘭才是烏克蘭的工業重鎮 你看歷史上有名的像什麼頓內四 然後那些所有的卡爾可夫等等 這些重要的工業大臣幾乎都是在東烏克蘭 所以如果東烏克蘭發生了這些動盪的話 連帶的就會影響到烏克蘭 他整個的武器出口 因為以烏克蘭來說 我們剛剛講東烏克蘭是工業 西烏克蘭是農業 然後既然東烏克蘭 那我們知道特別是俄羅斯 他這一次在烏克蘭的衝突之中 他是支持東烏克蘭的分離主義的民兵 所以你看幾個重要的工業大臣 全部都處在一個動盪之中 自然而然他整個工業生產就不行了 好 那我們講到就是說 其實影響到最大的是什麼 其實當然俄羅斯在這個事件之中 率先幹嘛呢 自立自強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過去前蘇聯時期 蘇聯時期 俄羅斯的這些 就是蘇聯的這些 主要一些很多的作戰艦艇 其實都是在烏克蘭建造 大部分的水面艦 前艦主要是在俄羅斯 而且特別是在莫曼斯克 像北德文斯克造船廠等等這些 也就是在莫曼斯克 在北極圈裡面 俄羅斯蓋了工廠 偷偷造潛水艇 大家都看不到 但是呢 軍艦 然後他是擺在烏克蘭造的 因為像烏克蘭 還有奧德薩等等 幾個大的一個港口 冬天又不會結凍 所以水面艦大部分在烏克蘭造 所以烏克蘭其實 即便蘇聯解體以後 像俄羅斯要製造水面艦的話 其實還是要仰賴烏克蘭提供 一個叫燃氣渦輪主機 俄羅斯的這個燃氣渦輪主機 其實外銷得很廣泛 像中國大陸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這個 他現在這一系列的 包括從那個 他那個從哈爾濱號 那個深圳號 一路造過來 造到現在這個中華神盾 他的動力系統相當 也相當程度的 依賴這個烏克蘭做的 這個燃氣渦輪主機 那這個燃氣渦輪主機 它的原理是什麼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 這張照片 俄羅斯它這個M90F-R 這樣一個那個 渦輪主機 那個渦輪主機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跟一個 一個飛機用的噴射發動機 非常的相似 那飛機用的噴射發動機 它當然是本身 那個經過那個 氣體壓縮燃燒噴射以後 它是靠它的這個推力 主要是靠那個噴出去的熱氣 或者是它 那個像一般客機 它旁邊會帶一個 很大的一個風扇 那這個風扇呢 帶動了這個空氣 所產生的這個推力 但是用在船上面呢 當它這個 那個空氣進來這邊燃燒 然後噴出去以後 它其實這邊中間 會有一根軸 就是我們講的這個齒輪軸 這個齒輪軸呢 它就會產生到這個扭力 那這個齒輪軸 產生這個扭力 然後進入一個 就是我們 就是它這個旋轉的這個力量 進入一個我們講的 變速齒輪箱以後 透過變速齒輪箱 進行一個減速 然後這個時候呢 就是因為你這個東西 你小的一定會帶動一個比較 帶動一個小的齒輪 然後小的齒輪 然後越大越大越大以後 就可以讓你這個動能 逐漸在這個齒輪之間 進行轉換 然後也能夠產生 足夠的這個扭力 所以俄羅斯他們最新一艘 22350這個計畫 這個高熙可夫 原帥號這個 海軍的這個 新造這個巡邏艦 它原本是要 也還是要用俄羅斯 烏克蘭做這個燃氣渦輪主機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 不是這個2014年 俄羅斯又佔了克里米亞 然後又慫恿這個東烏克蘭的 這個分離主義民兵 跟烏克蘭開戰 要鬧獨立嗎 所以烏克蘭當然就說 好 那我 你都已經這樣搞我了 那我幹嘛還要再 供應這個燃氣渦輪主機給你 我也沒有能力 我也不願意賣你 雙重的原因 那當然俄羅斯沒辦法 就只好自立自強 所以他們就研發了這個 M90的這個FR這個主機 因為像這些主機 它其實基本上來說 它都還是由這些 發動機的製造廠 這個所生產跟製造 所以對於俄羅斯來說 那個不僅是它在那個 烏克蘭境內是原先那個 前蘇聯時代負責主要生產 那個飛機發動機 其實俄羅斯它自己本身 那個也有 只是當然就做得比較慢 不過從那個俄羅斯的 那個 或是說烏克蘭 也就是前蘇聯海軍 這個艦艇的這個動力系統 我一直有一個很大的疑問 就是俄羅斯跟 或是說烏克蘭的這個主機也好 俄羅斯的主機也好 性能上來講 我覺得可能都有一些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像過去 前蘇聯時代 他們造的最重要的兩種驅逐艦 一個叫做現代籍 Savremania 然後另外一個泳狀級Udaloid 這兩種船呢 它基本上來說頓位差不多 然後呢大小也非常艱寂 但是它卻採用了完全兩套 不一樣的這個主機系統 有一種船呢 採用燃氣渦輪主機 另外有船呢 還是採用那個蒸氣鍋爐主機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個俄羅斯這個工業 到底在搞什麼鬼 難怪這個國家之後會搞垮 一點也不足為奇 不過呢 不只是船的出了問題 你知道嗎 現在那個烏克蘭 因為它本身我們剛剛講到 武器出口出那個不髒對不對 現在連戰車的這個出口 都產生了問題 因為原本烏克蘭本身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戰車生產的一個地方 像我們剛剛講 東烏克蘭不只生產這些船 然後另外像奧德薩生產軍艦 那這些生產跟那個戰車 相關的這些那個城市 其實也是在這一次的這個動亂之中 受創相當的這個嚴重 像俄羅斯原本在過去 他們設計的這些戰車裡面 有相當多都是在烏克蘭生產的 那像烏克蘭它其實在前蘇聯解體以後 一直還要對這個T84這個主戰車 有進行升級還有跟一些相關的研發 所以T84這個主戰車一直是烏克蘭 對外銷售非常重要的一個產品 那當然泰國它本身就決定要買這個T84U 幹嘛呢 替換他們原先已經用了非常久的這個M48主戰車 那這個既然要替換的話 那當然其實原本烏克蘭也非常開心 獲得這個計畫 而且也靠這些錢 讓這個烏克蘭它現在這些戰車的研發 還能夠繼續 譬如說你剛剛看到 上面還可以裝這個遙控武器站等等 這些都是靠這些 國外的這些購買資金來的 但是我們也講到了 既然你之前那個動亂鬧成那個樣子 然後當然整個工業生產就受到延遲 所以原本那個泰國陸軍要訂購40多輛 但是那個烏克蘭說 對不起我現在只能交給你20輛 那對於泰國買方來講 我本來就是要買你這麼多戰車 因為你既然是一個換裝 一定是有編裝上的這個問題 那你現在既然 你這個原先這個數量不能達到 而且是給了一半不到 那這樣你要我編裝怎麼去編呢 所以它最好決定 我乾脆我就通通不買你了 轉而去買中國大陸生產的這個VT4 大單沒了 對VT4它原先就是那個 中國大陸2000年左右 在進行整合的一個專供外銷的一個主戰車 它大概50噸左右 然後配用的那個主砲 跟我們剛剛講到這個烏克蘭戰車的主砲 其實一樣都是125公里的這個滑塘砲 那既然你對那個 既然你烏克蘭沒有辦法供應我主量的這個戰車 所以那原先 泰國就已經要跟這個 那個中國大陸去買這個戰車了 好吧 既然你烏克蘭沒有辦法供應量 那我就不買你的 我就全部轉單 向中國大陸買這個VT4的這個主戰車 所以現在VT4在這個外銷 泰國上面來講 因為烏克蘭的不爭氣 它又爭到了一筆大單 別人不爭氣自己一定要積極向上 我們來看這個男子花了七年的時間 把他們家的後花園 改造成為一個滑雪場 了不起七年時間 這個是奧地利一個18歲的一個少年 叫做波巴特斯尼格 這個是一個所謂的滑雪控 當然這個滑雪控要征得 他的父母親的一個這樣同意 他就在他自己家後花園 就打造了1比32這樣子的一個 還有攬車喔 對 這個滑雪場包括度假村 我們仔細看 而且對外開放營業 我跟你講這叫厲害了吧 我後面有沒有錯值啊 請你告訴我 這有沒有錯值 他就是打造這位1比32分之1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是假人的滑雪場 有些真有些假 當然就假的嘛 那當然要真的換來得了 那個地方要多大這樣子 然後你看他雪不夠的時候 還有那個什麼製雪機的方式 就噴的這樣子 增加一些水分這樣 那這個東西變成是一個 當地的一個觀光集點 也就是說講 說比較實在一點的話 就影響我們小人國很像 像不像 像嘛 對 那這個是個滑雪控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少年 但因為他 本來再強調 我覺得很多小朋友 我跟你講說 你看有沒有 你在奧利利18歲的一個哥哥 有沒有都可以這樣做的話 我回家有沒有 也把自己家的後陽台 也沒弄一弄這樣子 我跟你講你會不會 很低被你老爸媽打死 因為這是人家有經過他父母親的 那講到這個滑雪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很多台灣人比較陌生一點 為什麼 每次有雪的時候 我們都會去荷環山 玉山或太平山 有沒有就看到 去賞雪景 飄了一點點的小霜或小雪的話 我們大家害得要死 可是你要想想看有沒有 在國外有很多活動 他們很多有趣活動 像這一個 像這個阿拉斯加這個男生 有沒有你知道 他這個滑過去 他想說奇怪下面 怎麼可以講 怪怪的 他拿什麼東西啊 他用那個所謂的那個 就是所謂的電鋸 電鋸在前面 他拿電鋸來溜兵 大家會想說 這個是不是活得不耐煩 我跟你講他是有一點活得不耐煩 他如果拒絕自己的話 有沒有肯定有沒有 以後的話 可能要做人椅來滑雪 他現在是因為 他是側的這個整個湖面 他的整個這個冰的厚度是夠的 所以他才能用這種方式有沒有 那標新利益 他也肯想做網紅嘛 所以他要開始有沒有 用這種方式來這樣子 這樣子用那個電鋸有沒有 來滑冰溜過去 當然我們覺得整個畫面是很好看 不過還是要跟很多那個小朋友講 這位哥哥 或者是叔叔有沒有 他是練過了 他練過的話有沒有 要不要這樣玩 不要講說我回家有沒有 也在弄一下有沒有 我跟你講弄一下的話 你打大沒的時候你老爸媽 還是會揍你的 不過不管有沒有練過 其實老天爺要特別眷顧他 如果遇到雪崩來的時候 可能整個你想逃都逃不了 是我們過去的時候一直在很多的一些這樣的紀錄片裡面 甚至包括有一些所謂災難片裡面都看到很多的雪崩的狀況 我現在介紹兩個 一個是那個什麼 在加拿大 加拿大有一個叫做那個惠斯勒的這樣子的一個很有名的滑雪場 結果有一個那個滑雪板的這樣子的一個高手有沒有 他在整個做他一個運動的一個實況的在紀錄的時候 就遇到這個雪崩的情況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有沒有 有沒有看如果整個亂成這個樣子有沒有 戰鬥成這個樣子 其實他那時候也遇到雪崩了 他遇到雪崩的時候 結果後來之後就被雪埋了 埋了之後可能仍然保住他一命 這是一個情況 第二個在美國有一個叫波爾沙克 這是一個所滑雪高手 當時他滑的時候也遇到同樣的狀況 那個時候他也做一個這樣子的紀錄 因為這些所謂的極限運動者 他們其實會記錄到他們平常整個的一個行進的方向 跟他們行進的狀態 他回去再看 這也是遇到這樣的情況 結果有沒有發覺到大雪有沒有 一陣白茫茫的這樣過來 他其實那時候被雪掩蓋到 可是他也奇蹟式的生還了 各位想說這兩個是不是運氣特別好 可能他們是因為後面有冠工或技工有沒有 在保佑 不是 因為他們後面背了一個背包 這個背包有沒有叫做Airbag Safety System 為什麼講叫System 安全氣囊 對 它是專門為了雪崩而做了一個安全氣囊 好進步喔 好進步 我跟你講 這個在很多國外的他們的滑雪的地方 主要是屬於叫玩家級的 他們都具備 都會有 為什麼 因為你難保不會自己有沒有 碰到這個雪崩的這種情況 那各位講說 為什麼它是個系統 我跟你講 這是主要來自於當時二戰的時候 諾曼蒂大登陸的時候 那是美軍有沒有 他們有很多的那個軍人有沒有 要搭乘那個登陸艇的時候 後來之後 因為可能在還沒有靠岸的時候被擊落 被擊沉的話 他們要跳水 他們那時候從這個靈感而來的 那這一個的所謂的安全氣囊呢 它跟我們車子安全氣囊 是不是有點很像 是很像 因為它有一個所謂的 叫這種觸發點火系統 這個系統裡面在裡面的時候 它有兩個那個那個氮氣罐 再放在這裡面 那為什麼是兩個 為什麼因為如果有一段滑雪過 那個雪崩如果雪塌下來的話 有一邊如果被那個所謂尖銳的岩石 因為它可能會撞擊嘛 岩石如果刺破了 另外一邊還是可以把它抬起來 兩顆最安全 是 它的這種情況的目的是 為了要能夠讓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 遭遇到雪崩這樣子的一個滑雪者 他能夠把自己的他身體裡面 身軀有沒有 靠照的方式扶起來 有空氣可以呼吸 是的 而且它可以擴大旁邊的那個 整個的雪的那個 把它掩埋到它無法呼吸 或者是 它沒有辦法後救的情況 所以它在顏色上面 也設計的特別的 就像我們一般講 橘紅色 因為這種情況的話 在有時候在高空偵測的時候 比較容易看得到 那它其實很簡單 就是收穿了 就是把我們這個所謂的 我們生活上面所謂的 安全性的概念 用在這個滑雪者的身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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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